看到如今三层满坑满谷的观众席 有谁能想到他是让郭老师最操心的徒弟 学相声还要被请家长 烧饼可以说是独一份 如今最让师父操心的徒弟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5月20日烧饼晒出深圳专场合照 看到三层观众席坐满了人 每一层都满坑满谷 大家也是纷纷感慨 烧饼不愧是老郭的儿徒 无论是上座率还是演出的效果 都不是一般的演员可以比拟的 自从2016年之后 曾经那个在舞台上撒花的烧饼 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舞台风格也日渐沉稳 有了师哥的样子 这个师父口中的惹祸惊 也越发有了师哥的担当 五对风箱上 他搂过默默哭泣的堂主 能让师弟说出这句 有问题了给炳哥打个电话 说明炳哥真的做到了 虽然烧饼年龄比有些师弟小 但得了师父的云字就要担起师哥的责任 在德云社团宗时 当炳哥得知老齐原本有活 但被骂得不敢上台时 炳哥先是暖心的询问 想使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 立马说道 我给你量活 并带着师弟找其他师兄弟 师哥们都在开导师弟 虽然不在一个队 不经常见面 但同在一个德云社 同门的师兄弟 烧饼也越来越有师哥的模样 再也不是第一次见鸾云平时 给鸾云平下马威时的样子 如今的烧饼 不但担起了师哥的责任 也担起了队长的责任 为德云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在张九龄成为酒队队长时 烧饼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愿好 虔诚似锦 没有勾心斗角 满满的全是师哥 对于师弟的祝福 也许很多人不喜欢烧饼 其实饼哥才是真正的内心柔软 能被师父时常挂在嘴边的儿徒 能差到哪儿去呢 我们下期见了